正当吴三桂被西南一族的乌骨邪术弄得焦头烂额之时 龙神出现了 他自称可以帮助吴三桂平定一族 进攻下这里 我们占据了山口的位置 连战多日 吴三桂一直处于被动 也没有什么应对之策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要说龙神还真的不含糊 上来就先请了战 不过 王爷要给我灭债屠族的权利 你把人都杀光了 我还统治谁去 可是他一开口就是要屠债灭族 这让吴三桂很是吃惊 说的也是 如果把人都杀光了 他不就成了残暴的藩王 而且后继他去管理谁啊 不杀一金牌 王爷又怎么能成就霸业呢 可龙神说的也有道理 这些业组若不是真的怕了 想让他们归顺也难 吴三桂沉思了半天 将一支令牌扔到了桌子上 凭这块令牌 可以调动一万人马 谁都明白 同意的话 作为王爷 不会真的说出来 但是这令牌一下 也就算是默许了此事 谢王爷 我定不负期望 从那天开始 吴三桂的大军 便又一次开始了 进山剿灭异族的行动 咱们拿一个战役举例 便可说明全部 话说在一处山林口 有一个异族大寨 里面足有上万人口 占据着有利的地理位置 是本地一个不容小区的势力 这个异族寨子 虽然不曾投降吴三桂 可也从来没有搞过偷袭 寨子中的人 在吐司的带领下 只想过与世无章的太平日子 可是想要进攻山中的异族 这个山寨 就成了龙神的第一个目标 在一个夜晚 龙神带了几百名龙家族人 趁着黑夜偷袭了山寨 龙家人本来就个个身怀绝技 又是有备而来 那些普通的寨民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很快 守卫就被攻破了 而寨子中设的各类邪术机关 蛊虫毒蛇 对龙家人都不起作用 龙家人长驱直入 一直杀到了寨子的核心处 龙家人谨遵龙神的安排 根本不管什么老幼妇孺 是贱人就砍 遇人就杀 不消半晚的时间 便把整个山寨杀得血流成河 死杀声 惨叫声 想撤了山寨 哎我们啦 但若是想以龙家的几百人 就能剿灭山寨 也是妄言 吴三桂的将士们 虽然看着龙家人 连老人孩子都残杀 有些胆寒 但毕竟这就是战争 在吴三桂大军随后杀入的配合下 很快这个一族山寨就彻底地失去了抵抗力 要说此时就应该收手了 控制住吐司 命令其带领的族人投降 守边后再次设立头领及驻军 以便统治整合 可是前面说了 这可不是龙神的目的 即使山寨的债民全部跪地求饶 可是龙神还是下了屠债的命令 一时间 龙家的族人加上官兵 将山寨中的大大小小 老老少少一个不留 全部屠杀了 一场大战过后 打草战场的活儿 被龙家全部揽了过去 并没有让大军动手 将军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好吧 可吴三桂又没法说什么 因为龙神把吐司王宫留给了大军 债中的金银珠宝也全部都归了吴三桂 还是那句话 说一个就等于说了所有 龙神带领着族人冲杀在前 大军在后 一时间 平族灭战 战争不断 族族屠杀了数万人 也帮助吴三桂 牢牢地控制住了西南地区 但是龙神的真正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他还真是为了那数以万几的尸体 要知道 作为一个士族相身 若不是这样 他哪里能够短时间弄得出这么多的尸体 这些战场上的尸体 被龙家人一车一车地 运到了龙家控制的大山之中 原来在这片大山之中 有一处山峰 不知是火山还是陨坑 天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池子 而此时 已经被龙家人装满了鲜血 那无数的尸体 在这里被放干了血液 血液全部流入了血池之中 那可是方圆近百米的巨大池子 这要撞多少人的血 各位自己去想吧 一定会有人说 这么多血就不会腐败凝固吗 这里就不得不提及龙家的邪门秘术 确实了得 儿等为我护法 是 但说龙神 与吴三桂合作后 在短短的一年之内 便把血池建好了 接着 他就要开始自己的逆天修行 安排好了龙家的几位护法 为自己轮流守护 龙神便赤条条地 跳入了那巨大的血池之中 据说 人类的鲜血 与其他动物不同 更具灵气 这数万人的鲜血 形成的血池 能提供给他浓郁的灵气 龙神跳入血池后 便开始了修炼 他也是在体内饲养了血骨的 移入血池 一张巨大的网 便破体而出 疯狂地吸食着血池中的精华 时光如梭 这一修炼 就是整整十年的光景 这十年 他体内的血骨 也把整整一血池的精华 全部都吸收干净了 而此时 龙神也迎来了自己 步入神级的天际 此时 这处山峰天象异象 乌云如墨 如潮水般聚拢着能量 死死地压在山顶的血池之上 并不像其他雷电 又是闪电又是雷鸣的 天地间静得让人窒息 突然 一股强烈耀眼的巨大光柱 猛地砸下了血池 这道光柱 足以毁天灭地 一打入血池之中 整个山峰都在震动 那巨大的血池 几乎就在一瞬间 被辟得四分五裂 光看的能量就知道 龙神这次应解 遭到了天罚 直到此时 一声巨响才瞬间响起 整个血池 已经被这道闪电 寄得时消风平 血池中的血水 都喷溅了出来 染红了整个山峰 直到现在 苗江之内 还有一个小山峰 布满了血色的红花 至于是否与此事有关 就不敢说了 再说每天轮值守护的龙家护法 被巨大的雷电 逼出去了好远 直到雷暴结束后才看到 血池中 跳出了一个怪异的人影 那人影起初 并没有人的模样 更像是一个扭曲的麻绳团 但不多时 便汇聚成了人的模样 家 家主 其中一个护法猜到 这便是在血池中 历经天解的家主 刚想开口去叫 却不想 他还未听到应答 一道如毒蛇般的红光 就扫到了他的身前 那名护法还没明白 是怎么回事 便被血虫缠住 瞬间被吸成了一句干尸 剩下的那名护法 吓得脸都白了 嘴巴胀了半天 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还是鲜血的味道好 家 家主 好在龙神没有再继续杀人 走 我们去找吴三贵 他此时刚入身 急需大量的鲜血护入神员 这一两个人那根本不起作用 而此时 他能想到可以帮他的 便只有平溪王吴三贵了 咱们再来说说这平溪王 此时他的日子可不好过 朝廷下令撤藩 他心中明白 这是兔死狗烹 利用完了 开始拿他们开刀了 王爷 有一龙姓家主求见 其他藩王都在积聚力量 准备起兵造反 而他审时夺势 正在为此犹豫不决 他说会助王爷您成就地业 是他 而此时龙神正好找上了门 三军儿郎听令 有了龙神的相助 吴三贵大喜过望 没过几天便挑起了反旗 本王饮诊多年 积聚势力 终于可以推翻异族 恢复我汉室江山 儿郎们必要全力以赴 其实这十年里 龙神在大山里做的事情 吴三贵也有所耳闻 但他认为 那全是邪门之术 令人不耻 可此时 成就地业重于一切 他可以不在乎一些细节 是 誓死追随王爷 先生助我成就大业 本王必给先生 以示王决 此时 吴三贵抛出的条件 绝对够有人的 王决之位 可谓是一方霸主 真的可以算是二号的皇上 在下要的 并不是什么王决之位 王爷 您知道的 可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那龙神依旧没有接受 他的言下之意 吴三贵虽然意外 但也明白了 他想要的是什么 好 只要先生出手 本王自然不会拒绝 再次面对数万尸体的条件 这次 吴三贵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不是龙神对 风香大力王爵之位不感兴趣 而是他在吴三贵的眼神中 看出了杀心 自己屠杀了那么多人 名声极差 真等吴三贵得势 为了安抚民心 他也不会留着自己的 既然看到了一切 龙神要做的 可就是只剩下的一条路 嗜血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 吸取更多的鲜血 一如既往 龙神带领的龙家族人 先用各种邪术 滋扰敌军 趁敌军军心涣散 再配合大军杀入敌营 据龙家见过龙神杀戮的人传说 龙神在战场上 专门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冲杀 他所到之处 无数奇怪的血线在舞动 专门往人的身上钉 一旦被咬住 那人全身的血液就会被吸干 瞬间化为干尸 在吴三桂起兵造反的那五年中 被龙神吸血而死的敌军不计其数 还有 每一场大战下来 累积成山的尸体 也被他不知堆到哪里 建成了血池 咱们再说五年之后 吴三桂在恒州建了火 登基称帝 古号为州 成了一个与清朝廷对峙的海外天子 什么人 太远了 看不清楚啊 而龙神知道 自己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别等吴三桂先下手了 据龙家人说 一天夜晚 吴三桂入军营指挥之时 龙神来到了军营之外 也仅仅是吹落了一根胡须 便转身离开了 可自那日后 吴三桂忽然患了病 没有几日就身亡了 只做了短短五个月的皇帝 一代小雄吴三桂得病也得的蹊跷 叫做中风耶格 有天下利 字面上了解也都不知致命的病 可偏偏众位太医就是医治不好而身亡了 成了后世之谜 吴三桂死的是否蹊跷 又是否与龙神有关 我们不得而知 再来说说此时的龙家 在龙家一处十分庞大的地下宫殿中 龙神迎来了自己的另一个进阶变故 当时 龙家几个地位极高的护法 全部齐聚于此 等待着一刻神圣时刻的到来 我已经感受到了天招 即将羽化 龙家还要各位守护 原来作为人神 若说永世不死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肉身也会拖累神识进一步修炼 龙手中 这龙神已经感受到了预兆 自己即将羽化飞升 便召集来了龙家全部的核心人物 家主 世代守护我之子嗣血脉 我将永世称神 这事龙家人才明白 肉身羽化之后 龙神还可以通过嫡系子孙后代的身体 永世延续下去 成为龙家永久的保护神 家主 属下以死尽重 接下这个守护任务 便是龙四左 龙四右的祖先 自此 这一脉人的职责 便是守护家主 与嫡系子孙 这些龙家家族关系的事情 我们不必细说 但说着龙神交代完了一切 便感觉到天使已至 至今 他的气息越来越弱 但是体内 却发出了树倒耀眼的光芒 至此 龙神的肉身虽死 却算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步入了神级的人物 要知道 步入神级 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 近五百年来 也只有他龙神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